2022南投童话祭普里童心童游活动日前热闹登场 今年普里镇的童话祭活动 安排了许多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的体验活动 希望借此让游客体会到普里镇多元文化以及丰富的自然生态之美 那这次的活动呢 以在普里镇来说呢 横跨了好几个社区 包括我们的这个广心治疗 然后呢也会带着我们的游客 来到了南村社区 藉由做这个客家的这个V胎吧 那很传统的很怀旧的一种古老的点心 让大家来品尝 那最后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桃米修区 那这个地方呢是所谓的金牌农村 那不管是在生态啊 或者是在文化 或者是在整个我们的环境的保育的部分呢 都做得非常好 老子张东做一次晚上 如果失败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在这样子里面清醒 只帮我整张竹帘拿起来 好 整张竹帘就这样子清醒 这样子 不可以用手手去搓哦 你搓它会便宜丝丝线条 县议员叶仁创表示 这次的埔里童话祭活动 跳脱以往的制式活动 是以社区体验旅行来推广 让外地人来到埔里 以深入在地的方式来了解地方的文化与特色 相信对于埔里未来观光发展会有更好的助力 你们都想说哦 一碗米台白这样 没多少那多钱那么多 其实真的 我们会让你们做的过程 你们都知道说 这个我们所顾的女台幕 一碗没买一百块 这样也不够 那我非常开心 我们埔里跳脱那种灌场的 那种通俗的那种活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文化炸得更深 把观光旅游的那个底蕴也炸得更深 那我想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这次没玩到下次会再来的那种观光客 可能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有观光客来的话 那他能更了解 然后原来埔里是有这么多有趣的一个社区 有这么多有趣的一个景点 他有这么多有趣的一个游玩的其他的另一个方式 副一长排一圈肯定埔里珍公所办理客家童话剂 规划社区产业体验活动的用心 也继续 透过这次活动的办理 能够让埔里社区产业特色文化提升知名度 进而带动整体的观光产业发展 记者陈伟一 埔里珍采访报道 进来 继续 弱